《財資大道》 林潔盈 何文堅 剛才說了這一部分 我們會說一下市房 特別是樓市的情況 大家形容現在樓市的情況 應該怎樣形容好呢? 剛才在Off Mic的時候 跟這位嘉賓也有聊過 我先介紹他 就是利家國的總裁 廖偉強 Hello,VD 你好 早安 你怎樣形容現在的市房 市房原本覺得是很差的 因為今年年頭到現在 已經過了三季 市市一路向下 成交量就減少 如果計成交量的中數 一手二手加起來 跟去年的平均數對比 都跌了差不多40% 如果用樓價的看法 用今年計算 今年到現在樓價累積跌幅 平均說二手市場 大概是8% 如果用去年的高位 大概是8月8日左右 我們的集團的指數 到今天累積的跌幅 大概是11%左右 幸好剛剛政府放寬了防疫公司 還有壓測 0加3 希望多些重傷人士 可以方便來 有0加3 很快就有0加0 另外壓測 這個都很重要 由3厘降為2厘 就變成了對很多 慢慢緊的上車客 他加大了機會和信心 是否明顯看到壓測的幫助 推動回市市 即是有些力度在 很明顯 昨天有一個新的樓盤 在粉嶺 原本預計 銷程都未必去到這麼理想 可能因為壓測 再加上樓價 再加上反映商的付款辦法 令到買家入市的意欲 相對是信心和會加強 所以比預期當中 都銷售得幾里上下 嗯 這個一手樓 是否發展商的優惠 再加碼 還是有什麼因素 令到銷程這麼暢黃呢 會有 粉商有些一案 我們叫呼吸盤 差不多叫包謝 加上如果用小銀馬計 就對現在市場的上車客 仍然是有個需求 投資者和我們所說的那些豪客 在這段時間 因為整體經濟比較差 他們入市的意欲相對比較薄弱 加上沒有內地的客員來香港 所以變成在豪宅方面 相對的交投量相對比較慢 豪宅交投量 即貨美率是否還是比較高 是啊 反映商來說 因為始終投地很難得找到豪宅地 特別在香港相對比較少 即是比較適售一些 他們本身已經適售了 再加上這段時間 就算不想適售的話 除非你真的減到很便宜的價錢 就算肯減價 除非減股幅度很大 減股幅度很大 減股幅度很大 會影響其他中小型單位的銷程 我相信反映商不會走這步棋 所以他寧願都靜觀其變 等疫情減退、通關、視耗才會成勢推出 想看發展商近來的部署是怎樣 我們看到一手相對熱鬧 亦有些貨美單位推進 有些新盤推進 他們的銷售策略是怎樣 剛才提及過 一手累積到現在來說 大概8000宗 對比去年1萬7000多宗 都差很遠 因為剩下一季 完結了2022年 所以發展商很多都是心急的 第四季是否要追一下數 因為第一季其實第五波疫情 基本上大家都好像沒有做過 絕對對 第一季基本上交投 差不多是歷史最少 所以去到第二、第三季想追 問題就是疫情反彈 令到發展商推盤折走 相對是有障礙 令到銷情來說 都不算太理想 所以我覺得第四季 如果經濟慢慢回穩 和信心加強 再加上 真的可以做到0加0 或者是外來的經商人 就多些來香港 變成經濟環境好一點 發展商一定是大力推盤 但內地通關 未必那麼快有眉目 0加3跟海外接軌 海外接軌 對於住宅市場 未必有一個抗份效果 我相信短期內 一定不會有 不過問題就是可能有機會 令到租務市場 會站穩一點 再加大力度 租務市場好的話 投資者在這段時間 看到樓價都便宜了 平均都一成或者一成又多 變成他們在市場上 都會盜點便宜貨 買來投資去收租 令到至少交投量有所增加 雖然壓測方面 降低了息率 要求 由三里去到兩里 都是首次下調 但現在我們看到 息口方面和樓市有關係 你怎麼看呢 因為美國今年也有兩次加息機會 而香港也有機會可能會跟 近來我們看到拆息都上來了 息口和樓市的關係是怎樣 絕對有關係 通常一醞釀加息 就對中小營的業主 他們供樓方面的負擔相對比較重 所以變成入市的那個步伐和意欲 相對比較薄弱 不過你說是不是加息 就令到樓價定跌 看回歷史的因素來說 就未必是絕對 況且在去年來說 之前不是去年 即是早幾年 2015到2018年期間 美國聯儲局都試過連續九次加息 累積的幅度有2.25% 香港只是加了遲 0.125% 其實香港銀行都水浸 很多存款都在 這次美國聯儲局加了五次 累積了3厘 香港日依陽樂只是0.125% 立即做了動作 減了壓刷 對沖了 變成了 對公樓人士方面 只是好輕微的影響 常常在現階段 大家就會想 逆周期措施 應不應該要修改 特別是辣椒方面 其實你們的看法又會是怎樣 我個人認為 適當時間 應該是 開始慢慢去取消部分辣椒 大家在想 這個河衛的適當時間 什麼時候才是 其實現在整體 整個香港和世界的經濟 是相當之差的 大家都在面對工作 營商環境裡面 都是水深火熱的 這段時間 如果樓市再拖落的話 我想相信 你知道樓市方面 影響很多周邊行業 包括運輸 物流 飲食 很多建築 或者裝修 各方面都會有影響的 所以樓市其實 為什麼不可以跌 不是想托住樓價 而且香港有樓的人 都佔了一半 以前97年 都見過他們 負資產方面 影響很深 這是一個歷史上的教訓 所以 辣椒都吹了10年 從2010年開始 去到2013年 第三隻辣椒 我覺得 有些辣椒是開始燒的 例如 重價印花稅15% 其實 不一定要取消辣椒 其實可以優化辣椒 例如 15% 可以變成雙沛印花稅 最多 如果是4.25% 可以給8.5% 慢慢去退潮 令市場上 市房相對 可以平衡一點 即是有罪對退潮 沒錯 不用令樓市 硬著露 辣椒有很多效果 其實不是可以令樓價下跌 只是令成交量減少 反而成交量減少 價格的穩定性 更加難以掌控 好像古董 古董 你10年才買賣一次的話 價格真的可以一百倍 更加少少少 如果是業主要難以看進的市 現在在撤銷方面 會不會在辣椒上很多措施 哪些措施 你認為最適宜 盡快去寬減 剛才提到重價印花稅 有15% 或者還原到現在 不用給工商鋪市場 你看到工商鋪市場取消了 都不見到很長旺 另外 現在香港很多人離開了 想吸引多些內地人 或者外地人來香港 買家印花稅的BSD 其實可以考慮優化 現在都很誇張 30% 很多人來讀書 或者有些專才來香港做事 其實不一定買豪宅 他們想買一間中小物業 方便自己 都要給 都要給 所以對他們來說 他們會吃力 而且吸引力 不來香港 去了其他國家 去了美國、英國 香港這麼多人才流失 應該藉在現在的機會中 去吸引多些海外的人來香港 這些叫做優惠 特別給他優惠 或者你可以綁緊他 綁他三年不能買 或者多少年不能買 由政府去定 即是條件上可以再優化一下 沒錯 B.S.D. 心理上 別人覺得你香港打到胸口 還未入境 你打到胸口 現在很多國家 特別是新加坡 都不斷向其他國家招手 送優惠 看到香港辣得這麼緊 更加招手 讓香港人多些去其他國家 逆周期的時候 你新加坡都有類似的辣椒 後來退下退下都沒什麼 要香港政府大膽一點 決斷一點 適當地去優化辣椒 你自己看現在 宗小言物業的樓價走勢是怎樣 我們最近都見到 不少一些異手方面 錄得蝕釀 或者蝕釀的情況出現 其實這個情況又普不普遍呢 最重要的是 對上三至四年 大概是2019年 社會運動 加上2020年的疫情 令到樓價其實實際上升幅都有限 這幾年來說 累積的升幅其實很少 變成在這次來說 由高位至低位是累積跌幅 大概有11%左右 其實已經是對沖了 對上三至四年的升幅 變成在這段時間裏 變成買家入市方面 他的能力和熱獄相對來說 就比較容易了 我覺得是 那買家的能力方面 會不會隨著樓價下跌 其實那個入市的動力會大了呢 會的 因為始終樓價都跌了平均一成左右 其實有些想入市的買家 在一段時間就開始 都慢慢都會探討市場上的走勢 所以我覺得第四季 有機會就會慢慢就好轉 因為始終利好消息就陸續出現 利淡消息就已經大家消化了 變成第四季應該會相對比較樂觀 你自己看公司的部署是怎樣 特別是我們知道 過去幾年地產代理的增加人數都比較多 根據地監局方面的數據 其實公司的部署策略是怎樣 原先在今年年頭 都打算作適量的擴張 都打算分行都會租多十多間 人數就一定是增加 因為始終我們在市場不是最大 我們有條件和空間 是可以再增加多些人數 事源為在四月打後 開始慢慢慢慢疫情 又開始去到年中了 又開始反彈又增加了 變成這段時間 我們就已經暫時停止了 所謂擴張的步伐 人數方面都沒有要財減或者抵減 反而是一樣 我們公司正在做優化 希望可以更換一些比較積極的前線的員工 或者轉換一些比較合理的舖位 因為之前來說很多我們租的舖位方面的租金 相對比較高 在這段時間裏面 就有條件換一些便宜的租金 如果打算在哪些地區方面 擴充步伐可能會提得重些 其實新界尤其是在北部區 發展競爭 我相信都是兵家必爭之地 那裏又有北大都會 那裏反而一直有新樓盤落成 我們會根據據點去配合 從而在那裏會增加多些據點 北都會區之外 你啟動九龍東 九龍東那邊的寫字樓的發展 是不是落差很大呢 連帶啟德的發展區 是不是都沒有預期那麼暢旺呢 因為啟德區其實到現在來說 發展了都有幾年時間 三四年以上 其實我們已經進駐了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都有我們的足跡在那裏 所以變成其實都應該 舊應付了現在再來的跑道區 那一區都是兵家必爭之地 沒錯 接下來最新的供應 其實你自己看回香港這個供應情況 今年成交方面的情況又是怎樣 如果改二手市場 我相信對比去年來說 應該少了大概四成左右 成交量 而一手方面 剛才都提過了 到今天為止 累積的一手中數 都大概是八千宗 鬆一點 大概八千多宗 對比去年一萬七千宗 都差很遠 如果你以此推算的話 接下來第四季 當它每個月平均有1200宗 加起來都是四千宗 還有新界區 新界區都是北區的方面 例如元朗 或者未來的八石那邊 都會有機會有些新本推出 大概是大埔元朗那一帶 就會比較多 看遠一點就是麵粉製造 接下來政府 今年的賣地收入 即是很差 很韌 預計 預計未必最少 有年有千多億 現在頭兩季只有九十多億 差很遠 接下來第四季 政府可能都推出一些地 有五千元 由赤柱到東充 那怎樣看這些投地 會不會真的差的市道 有時候連賣地都 試過都是流標的 我相信發行商會積極投地 這段時間當然要看政府 對那個地價的要求 樓價都跌了那麼多 政府沒有理由 它認為深水的價格 去接受發行商投地的價格 所以我覺得發行商這段時間 都會入市 他們投標的價錢 我們所說就是撿死雞 希望有機會可以買到些便宜 嘗試政府的打價 便宜價的地 壓力沒有那麼大 發行商不一定是賺錢的 你試好那段時間當然賺錢 到試不好那段時間 計算成本、計算建築 相信他們推盤也有壓力 當然增加麵粉 除了透過政府的土地儲備表 裡面招標之外 也可以在坊間找一些舊的地盤去重建 其實要找這些 是否容易的 過去我們見到一些中市民發展商 都有找到一些市區的單棟地盤去重建 其實有的 其實發展商 無論是中市民發展商 或者是大型發展商 就一直都有去收購一些舊區的住宅 或者是其他一些工商店 工廈、商廈那些都有的 他們陸續都積極做這個動作 那問題是收地不是那麼容易的 收這些單位也是需要很長的時間 那你見到有些發展商 又說收一個地盤 可能動節都可能十幾二十年 都才能夠完成到它的項目 所以這裡始終遠水不夠近火 收來講都是需要時間 變成對現在的需求量相對來說 都會相對比較緊張 現在我們逐步逐步複上 大家關注第四季經濟環境的情況 有些人看好有些人看淡 你怎樣看呢 怎樣看行業前景呢 今年就坦白講 整體來說一定不好 包括在公司的經營壓力 或者是散熱壓 各方面在全年看 就一定是不會看好的 那問題是第四季呢 剛才剛才提過幾次 就相對比較樂觀 那希望呢 在第四季裡面 是會見到一個好的景象 那再加上 現在政府陸續放寬防疫措施 還有一些舒緩的措施會出現 那希望可以令到香港經濟的發展裡面 可以佈入一個正常軌跡 那讓大家香港人 在生活上就會開心些 工作上就會順利些 那最後就是 有一個討論 就是關於這個郊野公園 是不是一些邊垂地帶 可以建樓 最新都有不同的人走出來講 希望之前報告有一個方向 是不是可以 我們放0.01%出來 都可以建多個樓 那你們怎樣看呢 這裏其實很多人討論過 其實我覺得政府應該 那個決斷力可以強些 其實剛才你有提過 拿0.0%幾 就已經可以解決到很多民生問題 為什麼不做呢 香港這麼多地方都是陸化的 又不是沒有地方 所以拿少許出來 應付民生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說陸化休息緊要 還是環境人居住緊要 那一定是居住緊要 那這方面就因應自己的情況 慢慢考慮 任不入市 入市最重要就是 量力而為四個字 因為始終 投資市場 都是有些波動性在 今天謝謝你家國的總裁 謝謝 謝謝你